美国吃热狗大赛一如既往的热闹 有大白鲨外号之称的卫民冠军 在比赛名声一响 就拿起一根又一根的热狗往嘴里塞 就这样10分钟内一共吞下了72根热狗 再次传令冠军 他叫后表示自己就是个吃货 而目的就是要逗乐观众 紧接着登场的女子组吃热狗大赛 同样是狼昆虎咽的情况 这名24的日益参赛者在10分钟之内 吃下了41根热狗 成为了女子组冠军 而这一次已经是他第四次成为冠军得主了 再次恭喜两位吃热狗大赛的冠军得主 而这项吃热狗大赛的确也让美国独立日 增添了不少乐趣 再次准备